下午由山頂望出去 維港對岸仍然算清晰 但遠一點就灰蒙蒙 空氣沒那麼好 好像好 平時看得遠一點 可以看到青馬橋的天 下午本港一般及路邊監測站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風險級別是甚高水平 其中屯門和元朗最高達到10 差一級就到嚴重水平 期置是中西區 荃灣、沙田等等 環保處說 受一股高污染背景氣流影響 加上微風不利污染物擴散 日間的陽光有利光化煙霧現象 令臭氧和微細懸罰粒子 在珠江三角洲區域內迅速形成 而較高的臭氧水平 亦會加速二氧化淡激形成 造成空氣污染 今天背景風比較微弱 本地亦有風細的情況下 有些匯聚 在這些匯聚中 不利的空氣中的懸罰粒子 會催散 懸罰粒子積聚的時候 能見到就不太好 晚間 會漸漸轉吹一些 和換的東至東南風 在這些風勢底下 空氣中的懸罰粒子 都有利會催散一些 警察 谢谢大家